魅蓝6T自拍样张出炉 千元以内画质依旧不俗 此前魅族官方宣布将于5月29日正式发布魅蓝6T 随着发布会的临近 该机的外观配置基本上悉数曝光 今天我们又得到了更多的信息 该机的人像样张也得到了曝光 根据此前得到的消息 魅蓝6T透制为1300万加200万像素的双照镜头 支持人像模式前置镜头为80万像素 今天魅族科技高级资本海底蓝 在微博上筛出了人像样张来看 魅蓝6T极好的保留了画面细节 无论是色彩还是清晰度都得到了较好的还原 尤其是头发丝等细节方面 才能很到尾 保持较好的触控效果 外观方面魅蓝6T一次采用了全金属机身 隐藏式贴镜条 采用背部指纹识别方案 下方为魅蓝的全新型号MBLU 提供金、黑、红、蓝四种配色 配置方面魅蓝6T采用了5.7英寸1440x720显示屏 提供2GB加10GB3GB加32GB可供选择 最高配为4GB、364GB群组 达在8核处理器 据称是展讯处理器 CPU主定为1.5G核实 电通量是3.240毫安 该机于5月29日正式发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